民進黨可能比柯文哲 攤了可能多了個幾百倍 幾千倍也不一定 攤了個光電 風電 還有八千八百億 攤再多就是民進黨 同樣都在近期發展的事 一個是鄧文燦 一個是柯文哲 他們處理的事情是兩套標準 不對 如果人家清白就應該還他公道 但是我覺得 那麼大動作應該是要有所本 那為什麼出來的結果是 國寶請回 這又是玩哪一出啊 一定有啊 什麼事沒有關於政治 民眾黨當主席 柯文哲聲線進化成B案 上個月30號進程 遭檢調帶回偵訊後 歷經三天三夜 直到二號凌晨三點 法官中的裁定 無保請回 鼓手在北檢外頭支持者們 煩惡高喊熱烈歡迎柯文哲回家 藉由大聲公二號就實際上街 來聽聽看民眾 對於柯文哲無保請回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是因為 顏色對了 什麼都對了 那就太過分了 那如果說他是真的 有貪污該關還是要關 會不會覺得 北檢在這一次 過分 同樣都在近期發生的事 一個是 鄭文燦 一個是柯文哲 他們處理的事情 是兩套標準 不對 拉長時間觀察 我覺得你一年內看 十年內看 跟五十年之後看 這件事情會是不一樣的 柯文哲往前推 十年前看 或許你看他的觀念 會跟現在非常的不同 有人講說 那個民進黨 可能比柯文哲 貪了可能多了個幾百倍 幾千倍也不一定 你像那個民進黨 他們貪最大的錢 是貪什麼錢 就是貪那個光電 如沙那還賺小錢 幾十億而已 光電 風電 還有八千八百億的 這都是幾千億的 最多的就是那個綠能 好幾兆 這件事情上面 後來確定無保 請回的狀況之前 其實好像太多的媒體 就是對於這個 開始捕風捉影 那我覺得可能也會更加的打擊 那就會希望 往後在相關的案件上面 能夠用一樣的 比較是偵查不公開的方式 來進行 來維護各種人的權利 這樣不只是民眾黨 也包括民進黨和國民黨 當然我們其實大家 對於民眾黨 也都非常失望 就是當然會希望說這個 政治人物能夠 嚴守清廉的本分 那但是 如果這些事情沒有處理好的話 反而更難監督 反而更難調查 我覺得是不好的 我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如果他是清白的 也不可以 因為我是沒有請向哪個黨派 但是我覺得 如果人家清白 就應該還他公當 但是我覺得 那麼大動作 應該是要有所本 那為什麼 出來結果是無保請回 那在我這樣一個小老百姓 我也會覺得 啊 這又是還哪一出啊 看法官的證據 去辦到哪邊呢 就是順其自然嘛 如果說他確定是無罪 那就是檢調可能要說明清楚 那如果是有其他的案件 必須要負責任 那他就得負起責任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大部分都是政治上的恐慌 那當然 檢方就是有幾分證據 說幾分話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動作 大部分都是比較 像是政治上的一號 一定有啊 什麼是沒有關於政治 什麼是沒有跟錢有相關 政治利益 當然我看 每個人看都看得出來嘛 那我覺得說 反正他就是兩套標準 就是不對啦 我覺得每一件事情 多少都會有政治的介入 那我們都不會感到意外 所以才更需要 把程序的部分做得更好 那就算是在監督的角度來看 也才可以做好這樣的工作 這個見仁見智 我看的話是 介入的可能性是比較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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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